救護車到場61歲 張信男子立刻被送上車 一路上救護員不斷幫他CPR 但男子的頭部不但有大片瘀傷 頸部也凹陷 經過搶救還是死亡 命案發生在南投上午9點多 男子的姐姐要來探訪 結果一進門就看到男子倒在客廳 家人都很氣憤 無法接受 因為他們發現男子身上的金銀項鍊 還有十幾萬的現金 全部不翼而飛 是不是真的是因為前引起殺機 警方不願意證實 雖然警方很低調 只說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但附近的鄰居說 張信男子本來是老師 後來生病行動不便 改當移工仲介 收入似乎很不錯 鄰居說平時會看到不少的移工來找男子 還聽說男子會借錢以及提供房間給移工住 對人很客氣 也沒有聽過他有和別人劫院 沒想到竟然會發生命案 華視新聞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